叶绍婷看到静玉脸上傻结巴拉的笑 觉得特别烂了眼睛 好在没多久就把汤喂完了 家里杨翠花还在等着消息 许念念怕她担心 喂完之后就说 你先好好休息 我下午再来看你 我先回家一趟 静玉舍不得 恨不得时时刻刻和许念念粘在一起 好在她还有理智 没说出丢人的话来 我让少庭送你 许念念笑着答应了 许念念三人从病房里出去 从左边楼到下楼 静瑞阳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 知道静玉住在哪个病房 二话不说 就从离她最近的楼梯跑了上去 静瑞阳刚上去 许念念三人正好走到楼下 上车之际 许念念突然想起 还有饭盒没拿回来 忙说道 等一下 我去拿饭盒 许思思积极地道 我去我去 我跑得快 来到静玉病房门口 静瑞阳疯子一样闯了进去 还没看到人 就开始喊 静玉 你死了没 孩子冒着幸福泡泡的禁欲 不禁愣了 扭头看向闯进来的静瑞阳 因为跑得太急 向来英俊儒雅的男人 赤红着双目 表情略微猙獰 你死了 我都不可能死 看到他好好地坐在床上 静瑞阳喘了口气 脸上猙獰的表情一变 瞬间转换成温润如玉的 俊秀公子形象 慢条思理的 理了理 因为跑得太急 不是很整齐的衣服 你怎么没死啊 然后 十分潇洒地走过去 拉开床上的凳子 优雅落座 怎么回事啊 他语调不疾不徐 缓慢悠扬 静瑞瞅了他一眼 懒懒地掀了心眼皮 没有多说 意外 跟那个罪犯有关 静瑞阳问 实际上已经确定了 静瑞点点头道 你什么时候回京都 还有十天假期 怎么 你舍不得我 看见你碍眼 静瑞阳择了一声 正要反驳几句 突然听到外面 有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 许思思猛地推开门 看到静瑞床前 还有个十分帅气的男人 那男人目光温和地看着他 十分儒雅 许思思人生第一次红了脸 结结巴巴地道 我 我来拿饭盒 静瑞恩了一声 许思思拿上饭盒就要跑 他跑得太急 膝盖撞了静瑞阳的椅子一下 静瑞阳本来想拉他一把 结果许思思动作麻利地 像只猴子 跛着脚跑得飞快 静瑞阳瞠目结舌地 看着许思思 那跛着脚还飞毛腿的背影 直到门被他 砰的一声甩上 才回过神来 他错愕地看向静玉 我刚刚掀他裙子了 他穿的是裤子 那他干嘛跑那么急啊 等等 静瑞阳突然看向静玉 冒笔天仙 静瑞阳的语气太过激动 让静玉完全没听出他的疑问 还以为他看见女孩子又飘了 对于他口中冒笔天仙这个词 当他是在夸许思思 心里有瞬间的怪异 许思思肤色跟女人比 基本上都是最黑的那个 标准的小麦色 五官倒是好看 可在静玉眼里 实在担不上 冒笔天仙这四个字 他还以为 静瑞阳又看中了许思思 无语地提醒他 哎呀 你别乱来啊 那不是你能瞎聊的对象 静瑞阳当他承认了 心底发笑 第一次对静玉的审美 产生了怀疑 原来他喜欢这一款的 哦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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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